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菜变江湖花花草草 一双眼熏迷人间即是装包 一颗心中就长生人为人让 就是不想 感觉正好 嘿嘿你知不知道 今天老祖宗留下的中华医学 好好无边局势无双是人类过于保 说你们晚上多长期看一看终于药 就知道热恋本来可以我的功劳 今天老的识别管我 不重不小不忍不义不乱不自 无力去运动 有种病的伤害 天我老子愿望 一身一刀是谁都成不了 如果爱上一个无法拥抱的男人 谁能解开爱留下的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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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曾经假扮若书 凭凭我答应着 无法解开一种傻的恨 几次叹息我们的变化 不见彼此的泪痕 独中 天青 枸杞 天马 到哪儿了 快来救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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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仔细点啊 这些个瓶瓶罐罐 都给我查仔细了 千万别落下一个角落 对了 小天 放心吧 没事的 没关系 我懂得 干嘛呢这是 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 我可不等到啊 你怎么说话你 喂 依柔 不是怎么连你都糊涂了 我 我也是奉命行事 李公公 这大胖妞可是在吃饭的时候遇的害 您不去查御膳房 您来这儿干嘛呀 再说了 咱们小天她是大夫 这害人的不抓 跑来抓救人的了是吧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滚开 得 我这就滚 我马上去找皇上啊 别找了 我告诉你 就是圣上下旨要全面清查的 不会吧 这不只是御膳房 只要是云莹生前接触过的人 接触过的事物 就全面清查 不是 这关小天什么事啊 是那大胖妞遇害之后 小天才去给她诊断的 不是 你们 你们搞清楚吗你们 告诉你 她在跟太后吃饭前最后见的人 就是何大夫 公公公公公公公 找到 这就是云莹小姐生前 何大夫开的保兴汤所用的药材 那 那就走吧 公公公 小心 来 来 来 慢点 公公公走好啊 有什么心酸没有 没有啊 老师 发现线索了 好 有线索了 看看 什么线索 什么线索啊 看看 怎么回事 看看 这什么 死药丸的成分 与死者体内的毒 是一致的 是什么毒 是什么毒 此物何来 一虎债 何天心 哲三 小天 大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来搜查小天啊 小天 有人看到你拿药给云莹喝 你给她喝了什么东西啊 大哥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怀疑小天 我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二哥 别这样啊 这件事情本来就要问清楚 大哥一视同仁 没什么不对的 不是大哥昏了头 你也一样啊 他们现在把你当成疑犯 你知不知道啊 小三 我相信小天是清白的 所以才要把事情给弄清楚 这样 才能还小天一个公道啊 大哥 云莹之前被蜜蜂遮伤了 我煎了贴震热解毒汤给她喝 那 云莹吃药的时候 可有益状啊 没有啊 一切都很正常的 喝完药 她就去慈宁宫跟太后吃饭了 过了会儿 李公公就跑来说 云莹她出事了 要我过去看看 等我赶到时 云莹就已经没得救了 大哥你不用想了 这肯定不管小天的事儿 我知道 只是我在想 云莹那么单纯 谁会想害死她呢 也许 有人想害太后 结果却 一定是 御膳房有鬼啊 他们想害太后不成 结果害了陪太后吃饭的大胖妞 不是 冷太医验过了 这次 跟午膳是没有关系的 我表妹体内的毒药 跟医护占领药壶的残留物 是一模一样的 是 连同药瓶里的药丸 全都相同 会不会 会不会弄错了呢 微臣反复查验了 确认无误 那有没有可能 不小心换到了 其他地方的药呢 微臣查过 东西的确来自医护栈 皇上 和天心虽胆大妄为 但个性善良 不至于乙毒杀害云莹 这件事情先不要跟其他人讲 退下 遵旨 什么 你怀疑我杀了那个大胖妞 你小声一点啊 老实说是不是你啊 我跟她无怨无仇的 我干嘛杀她呀 可是是你把蜂窝 扔进她房间的 我那不是为了帮你出气吗 就算是我要杀她 我也不扔马蜂窝了 我直接抱着大福气 你看她进去我咬死她多好啊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昨天大哥去医护栈 亏我还帮你说话 没想到你 真是我将真心照明月 明月照水沟 你干嘛 想逃啊 我逃什么呀我 我那是大人不计你女人过 好了 我就是问问嘛 不是你就好了 干嘛把你不处理 你觉得会是谁害了云莺啊 现在这问题啊 不是谁要害云莺 是谁有动机要害的 她虽然是国舅的女儿 太后的外甥女 但她一不挡人财路 又没握有实权 杀了她既不能升官 也不能发财 只能惹来杀身之祸 这种赔本的买卖 谁愿意干啊 嗯 说的没错 杀人的动机 通常不外乎勤财仇 有 云莺头 大哥 大哥 你怎么来了 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 嗯 有什么线索啊 毒药已经找到了 漂亮 在哪儿呢 医护寨 漂亮 医护寨 在你那儿找着呢 药壶药中里头 还有一个罐子 里面装有毒药 跟云莺体内的毒药完全相同 就和保兴丸 放在同一个地方 不可能的 难道你怀疑 是我给云莺下了毒药 大哥 你别闹了 大幅都知道 小天怎么可能杀死你的胖表妹呢 我知道不可了 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小天不利 毒药在医护站长道 证人又说 看到云莺喝的 是小天送来的药 那又怎么样啊 她要想杀人的话 还会把证据留得那么明显吗 那她干脆写上纸条 说人他杀得得了 这些道理我都知道啊 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理解的 尤其是太后 她现在一心只想为云莺报仇 我怕她冲动 这回砍了小天呢 小天 等一下我会让刑部 发通缉令来抓你 在这之前 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查出事情的真相 证明你是清白的 你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你是皇帝 你说他是清白的 他就是清白的 正因为我是皇帝 我更要遵守律法 那你干嘛让他走啊 现在抓他不就得了吗 现在我不是皇帝了 我是他大哥 现在是大虎 哎呀好了 你们两个别再吵了 我是不会走的 大哥 我没有杀人 他们现在要通缉你啊 就因为如此 我才更加不能走 走了就是畏罪 大哥 我相信 你一定有办法 可以证明我的清白的 小天 你确定要这么做 对 我真是搞不懂你 大哥都让你走了 你自己还主动回来坐牢 大哥会还我清白的 你是怕跑了之后 让大哥为难吧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这心里啊只有大哥 没有我 哎呀你不要说了 我心里好乱呢 不说就不说了 张大人好 弄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快点快点快点 他们做什么 马上你就知道了 看 往左一点 差不多了吧 再左一点 再左一点 好了 出去吧 好好好 这样呢 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挂得差不多就出去吧 是是 我呀知道你要来 所以呢提前让人给你准备 但是时间太匆忙了 有些东西啊再补进来 这是你最爱吃的点心 我对你好吧 还有 还有啊这是服务灵 你缺什么呢就拽一下 来了来了 天心小姐您好 这是你的贴身管家 这床怎么这么硬啊 是 是马上换 马上换 快点 这 这样不太好吧 我可不想滥用特权 你没有这个特权 我有这个特权 再说这也不是滥用 这是照顾 怎么样 这儿环境还不错吧 这多奇怪啊 我要跟其他犯人住一样的 你不是犯人 那是等候调查 这段时间呢 你就在这儿好好住着 就当是度假 要是大娘来呢 看你吃得好睡得好 她也放心 是不是 不可以 你不能跟我娘提这件事 不然她会担心呢 那大娘要是问怎么办啊 我不管 反正你千万别跟她说 不然以后就不理你了 好好好 大事你定 好吧 来来来来 拿去拿去 拿去拿去 给你钱 老板娘 这不够两斤吧 小伙子 不可能不可能 那你点点 小和他号称一刀准 你这不可能 好 对不起啊客官 我再给你拿点 谢谢谢谢啊 谢谢啊 来来 对不起啊 走了啊 慢点走 小和啊 我看你最近不大对劲啊 原来不是一刀下去 从来不缺金少量 最近我看你怎么 有点不大对劲啊最近 也不知道怎么的 我最近吧 老忘事 觉得心腹起草的 是不是累了 咱们这吧 晚上到我那儿坐坐 咱们喝两杯 改天吧 好 大娘 大娘 这儿有一封信 谁给你的呀 太渊那个冷练大叔啊 钱 拿去 我都已经长大了 这也太少了点吧 行了 就这么多 拿去吧 走 玩去 月 你这个臭小子 老陶啊 你先帮我看着点摊子 这个刀有点顿了 我先回去磨一下 一会儿就回来 小和 这磨刀使不在这儿吗 证据都已经有了 他就是凶手 你赶紧把他处置了 替云医报仇 母后 虽然证据都指向何天心 可是儿臣认为他 他不是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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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凶手啊 这药壶药中里面 都已经查出来有毒了 你还不相信 难道你让你表妹爬起来 亲自跟你说 他是凶手 母后 这件事情还有很多可疑之处 您不能妄下定论呢 太后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其实啊 王上也是两难哪 一边是无分知己 一边是自己的表妹 南下决断 也是人之常情啊 李公公 你的意思是朕公司不分了 奴子不敢 奴子不敢 不敢 我看李公公说得对 你就是公司不分 你想替他脱罪 你也不想想 你也不想想 你的表妹死得有多惨 你这样做对得起你舅舅 对得起你表妹吗 母后 何天心没有下毒的动机啊 她之前被通缉的时候 还不顾自己的安全 进宫 帮母后看病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 她绝对不是 会去谋害人命的 够了 什么疑点 如果这个人不是何天心 你还会有疑点吗 你表妹死于非命 你不好好去调查 还来跟哀家争辩 太后 太后您别生气 别生气 走 走走 走 皇上 太后身体不好啊 现在又为云英的事着急呢 奴才劝您还是听太后的话 把何天心征法吧 母后 如果真的要杀人的话 一定会暗中进行 为什么她会让别人看见 她拿药给云英 而且事发之后 她不必不逃 还不消灭证据 把证据摆在宫中 等人来抓她呢 母后 儿臣不是帮何天心脱罪 云英被害 儿臣一样痛心 而正因为如此 儿臣才要查明真相 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反而让无辜的人 成了替罪羔羊 宝传 在 接下来的事 你去办 谢 母后 凶手应该就在后宫里面 李公公应当避嫌 张哲三 他在宫中的时间不多 而且背景都是清白的 儿臣希望 他可以查这个案子 这个张三什么 张哲三 这个张哲三 跟何天心什么关系啊 他不用避嫌 宝传为什么要避嫌呢 好了 找一个跟后宫没关系的人去查 太后 我琢磨着 这个案子让 赵太师去审理吧 母后 赵太师 是 对何天心有成见 儿臣觉得 如果要是 让赵太师来查的话 那 好了 就这么办 赵太师去查 母后 那 儿臣告退了 儿臣告退了 来来来 那个大娘啊 您可别误会 小天呢 这不是被收押 这是等候调查 您看看这摆设 这就是套房 这不是牢房啊 小天啊 真的很安分 很乖 这是祸从天降 不能怪他呀 不是说祸不单行吗 所以得连来两次才行 这第一次呢 烧了太后的佛堂 这是第二回 以后啊 就肯定没事了 娘 二哥是怕你担心 你别嫌他话多 不过他说的全都是真话 我 我是被人陷害的 我没杀人 我知道你是被陷害的 我每天都为你提心吊胆 这样下去 我非减受二十年不可 那小天啊 她这叫官官难过 官官过 大娘 看您这面相 少说也活到一百八呀 那减二十不是还剩一百六呢吗 是不是 我觉得现在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 就是赶快把陷害你的人找出来 尽快帮你洗刷罪民 大娘 皇上呢已经派人去查了 您别担心 您没事啊 就多过来看看小天 要不这样 我呢给您加个床 您干脆就搬过来住德了 这样呢大家要好有个照应 我回去把大福也接过来 嘿 一家人在一块儿其乐融融 到时候我也搬过来 大师 张哲三 你身为御使 滥用职权 该当何罪 赵太师 何天心医治太后有功 不过受了点礼遇 也总比有些人贪污受贿 鱼肉百姓要强得多 您觉着呢 张哲三 太后将此案交给本部审理 掀起七天破案 今天 本部要借替人犯问案 来人 在 把何天心押往刑部大牢 是 七天会不会太赶了呀 您不要因为有办案压力 就敷衍了事 别把何天心当成替死鬼啊 张哲三 我告诉你 你别仗着皇上对你的宠幸 你就敢对本部无理 他要是没犯罪 一定还他个公道 来人 在 把何天心带走 是 走 娘 你别担心 大哥一定会还我清白的 小何 怎么是你啊 冷太医 我想请您帮个忙 行吗 你这么冒险跑到太医院来找我 你要我做什么 更改以前的检验报告 就说以前的检验报告是错误的 云婴中的是另外一种毒 或者是莫名而死 能行吗 万万不可呀 冷太医 我知道你很为难 可是小天天性善良 他连流浪汉都借回去 给人治病 给人吃住 你觉得这样的孩子 他能害人吗 我也知道小天不可能 但是我职责所在 不便造假呀 冷太医 我只有小天之一个孩子 如果没有他 我一天都活不下去 这孩子还年轻 我求求你救救他吧 我记得 他八岁那年 我得了伤风感冒 咳嗽不停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不见了 我到处找他了 结果找到他的时候 他满手是血 手里还拿着草药 他这样一个处处都为人想的孩子 我就知道他早晚有一天 会吃亏上当 结果今天他居然被人陷害 邓太医 看在我们是多年老朋友的份上 我求求你救救他吧 好吗 小河啊 我会尽力找出对小天 有利的证据 证明小天青海 谢太医 何天心 涉嫌于六月初十 毒害太后侄女李云英 等日于医护站被搜出寒毒的容器 与杀害李云英之药物相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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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天心 云英赶走了你娘 又打了你 于是你就新起杀机 先是害云英被封锁折 然后再以送药 然后再以送药之风折为借口 毒害云英 我没有 现在人真物证俱全 你还识口否认 你分明是逼本部对你用刑 甲棍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慢着 皇上 您爱民如此 但是现在罪证确凿 而且一范是有意抵赖 所以本部不得不用刑啊 刘大人 你说呢 唯皇上 一句大名律例可以用刑 而且皇上您刚刚才说过 国有国法 朕现在就是就事论事 这些人证 只能说明有动机 可无法证明小天就是凶手 如果贸然用刑的话 只怕让人说这个案子是 屈打成招的 皇上 微臣依罚审案 还望查个水落石出 现在却被皇上说成了屈打成招 皇上 您若是嫌微臣不试辞职 那么微臣只能辞去主审一职 以正自清 虽然辞负太后所托 但是微臣自会去向太后请罪 皇上英明 那么咱们就继续审案 皇上您请 来人 对疑犯何天心用刑 是 我再问你一遍 人是不是你杀的 不 不是我 家 啊 是不是 不是我 驾 是不是 不是 驾 我在问你最后每次 人是不是你杀的 不是 我没杀人 有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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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父亲 够了 放手 皇上 今日皇上在公堂之上行事公正 微臣受教了 那么咱们择日在书 来人 在 将一犯何天心 赞押刑部大佬 是 退堂 小天 小天 对不起 大哥没能保护你 只是一点小事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我知道 走 走 快点 找我你 大哥你傻了 你就眼睁睁看着小天被夹 你坑都不坑一声 那你去干嘛呀 用情是大明律例 赵太师奉旨查案 也是按规矩处理啊 这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他们明明就是驱打成招 你看不出来吗 我也不愿意这样 我看小天这样受苦 我比谁都难受啊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啊 工藏之上你最大 你说话谁敢不听啊 没错我可以阻止 可人家会觉得我在维护小天 会说小天由我当靠山 誓宠而骄 不无法计啊 你是皇帝 你说的话就是法律 就算你今天说小天没有罪 也没有人敢多说一句话 不敢在我面前说 难道就不会私底下说啊 我是一国之君 如果连我都无视国法 怎么让百姓守法 你要当好人 小天就活该受罪吗 法律不是保护好人的吗 现在却成了贪官无理作恶的工具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皇帝 小天明明就是被冤枉的 你就不会变通一下 救了他再说吗 我一定会救他 我一定会帮他洗刷冤屈 还他一个清白 但我需要时间 需要证据 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了 这里是皇宫 不是江湖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你说的都对 我无理取闹 我看你怎么救小天 哼 皇上 现在小天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人阵无证 都对小天不利 今天赵太师为了查案 还对小天用了心 那张大人 也是为了小天的事 才生这么大的气吗 朕完全理解他的心情 不会怪他的 那 谁来体调皇上的心情呢 好 好 我知道 皇上现在一定也担心小天 可张大人情绪那么激动 也是因为担心小天呢 可是 这不是皇上的错 皇上 就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了 这不是压力 这是朕的责任 这是朕的责任 皇上 一边要抓出真凶 给太后交代 一边还要替小天洗脱罪名 我知道 这是左右为难 不过我相信 皇上一定会查出真凶 还小天清白的 这是 世间早晚的问题 这件事情 朕则无旁贷 实在刻不容缓 刻不容缓是真的 不过 皇上 也要保重浓体啊 谢谢 你下去吧 朕想一个人静一静 一柔告退 慢着 你在后宫打听一下 如果有什么消息 通知朕 遵命 你没事吧 我还好 没事 伤成这样 还说没事 疼了就要说 不要忍着 大哥 下次开堂你别来了行吗 我在的话呢 他们对你还客气一点 如果我不去旁听了 他们对你就更过分了 可是我实在 不想看见大哥这么为难 这么痛苦的样子 本来我一个人受痛 痛完也就没什么大碍了 大哥这么忙还要管我 太辛苦了 大哥不怕辛苦 就是担心你啊 大哥 我这脸上没什么的 早就不疼了 你别太在意 我在意的也不只是你 我还在意这种制度 言行逼供 驱打成招的规矩 如果不加以改善的话 不知道日后有多少冤狱 有多少无辜的人要丧命了 能帮天下百姓谋服 改变这种制度 我加一下也值得 你放心了 这事我一定会做的 可现在最主要的是 先帮你洗刷冤屈 大哥 其实我很清楚 现在所有的人证和物证都指向我 万一真的想不出办法救我 你千万别勉强啊 不管有多勉强 大哥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证明你是无罪的 小天 我们不是发过誓吗 要同甘共苦啊 大哥 你不要老是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专心去抓凶手 我一定要为云莹报仇 放心 我一定会抓到凶手 不只要为云莹报仇 而且要还你一个清白 你看我的手现在这样 就不能给你拉勾勾了 嗯 情深深一片苍茫茫 爱切切尽在花中凉 混流在那一夜花前月下 看星星疏落惆怅 牵住的都是手一双 牵住的都是手一双 都是情为和不一样 问谁在星夜里思念成长 看天地亮情向往 Chat 火烟独向西� quad 作曲ork成定 指不断离 הכ 在乱苏丽秋 别是一般滋味在显头 花子飘零谁自有 一种相思两处仙丑 躲不开朦胧里的婉容 等不着断水水共流 让心去流浪 让梦去飞翔 看爱情长年在水中燃 心情在隔岸相望 让心去流浪 把思念装进了行囊 整个心看不见彼此感想 我们的心在歌唱 我们的心在歌唱